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藝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藝 今集想和大家講兩樣的突發 第一樣的突發就是胡志偉 胡志偉早前申請外出分喪 之前也說過其實根據懲教署的條例是可以申請的 但是文藝當時就問過一些前懲教署的職員 也說了應該批的機會不大 當然有很多黃人評擊 就說橫額姐有權 當時已經說了一些事實給他們聽 但是他們不接受 現在懲教署有什麼結果呢 懲教署有些很暫身的方法給胡志偉選擇 應該擊倒她死 稍後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第二樣就是她們本土攬炒泛部派的女神尤惠晶嫁人 那她到底嫁給誰呢 整件事的完整到底是怎樣呢 待會也會跟大家講一講 在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藝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就是要講一下這個胡志偉先 胡志偉因為就是有幾個案件更新 第一個案件就是一個非法集結案 然後她是可以保釋的 不過有些保釋條件就是法官開出來 包括保釋金和所有的旅遊證件全部都要交出來 但被發現原來她還有一本的BNO還未交出來 然後違反了她的條件 所以就要收監了 除此之外她就要再犯一個47人裏面的非法初選案 民主派35階非法初選案 那這個案件令到她又是第二宗案件 國安法因為所以又是要收監了 最慘的是什麼呢 最慘的是她那本BNO在一個月之後已經失效了 怎樣失效法呢 因為很多地方都不再承認BNO 包括我們中國香港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在上個月13日的時候 被挽押超過四個月的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的父親 92歲的父親 在4月13日的時候已經離世了 但兒子就不在身邊 胡志偉馬上向懲教署申請 說我很想很想出去見爸爸的最後一面 想出去奔喪 那結果有什麼事發生呢 其實胡志偉就申請在這個星期五的時間 在鑽石山的殯儀館裡面 因為他父親切齡 所以希望去到奔喪 星期六上午就做一個大簾 然後會直接送到鑽石山的火葬牆火發 但是在今年1月6日之後被還押的胡志偉 到底可不可以出去奔喪呢 其實剛才所說的事大家都知道 在哪裏奔喪 幾點鐘奔喪 流程是怎樣 地點在哪裏 其實大家都清楚了 除了文潔新時代的觀眾知道之外 其實很多公眾的記者和公眾的朋友都知道 知道胡志偉的父親在哪裏切齡 加上火化的地點都完全知道了 那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記者都會知道 那如果懲教署批准了胡志偉出去奔喪的話 就會引來大批記者 甚至乎是支持者到場去支持胡志偉 這樣就會令到場面非常難控制 所以基於有非常多的原因 懲教署應該不會批 結果是怎樣呢 成交署剛剛今早在發稿 一個新聞稿就表示 基於奔喪的日期、時間、地點 都在較早之前被一些社交媒體廣泛地轉發和報導 最主要就是胡志偉那些賤友幫助賭亡 我都說過了 因為這些公開了 基本上不會再批准 到底什麼人幫我公開呢 我懷疑 我懷疑是他老婆 或者子女 因為幫他控制Facebook的人 應該是比較親密的人 網上也有一些人號召 當日在喪禮的時候到場支持 說真的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只怕豬一樣的隊友 當然他們不怕豬一樣的隊友 想著人多 細重就好事 但是在法律面前真的沒有辦法 豬一樣的隊友現在在他們的生活裡 其實是一種罪 那程教署就經過保安的評估之後 決定是不批准相關的申請 但是程教署有其他的補償方案給他 程教署也不是這麼落後 和不為他著想的 程教署就說 我們可以幫你作出一些特別的安排 可以安排第一次就是用視像的形式 讓你參加喪禮奔喪 當然這件事就是給在籌人士考慮 即是給胡志偉考慮 到底胡志偉要還是不要 愛還是不愛 真的是胡志偉才知道 程教署繼續說 近年來自力發展智慧監容 包括視像傳送一些資訊 信息等等 因此都會想著安排第一次以視像形式 參加喪禮 讓在籌人士想想 程教署繼續說 在籌人士的家人離世 其實是深表同情 但是會一視同仁 按照現行的保安機制 會處理所有在籌人士的申請 根據監獄規例第17條 其實會考慮在籌人士所有犯罪行 保安風險 壓界的路線 地點安全等等各方面的保安因素 而考慮到給不給他 去申請出牢去做任何事情 包括談家人和分喪 好了 這件事告訴大家什麼呢 告訴大家 其實真的不要亂去犯法 因為其實之前也說過 文件也說過 但是很多人就說 不要這麼黑心 其實不是黑心 是真的把事實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告訴所有的人 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 聽 你們犯法的時候 年輕人 真的要想一想 你們的家人 有一句說話是一個很古老的名言 當然在這個情況說出來 可能對當事人有些傷害 但是什麼叫做不得善終 這就是了 兒子不可以去送中 不得送中 不得善終 這件事 兒子所犯下的罪行 原來報應在他家人 甚至乎是在他的父親身上 這件事其實也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唯有可以做一個例子 就是去勸隔一些年輕人 勸隔所有的人士 你們犯法之前 希望要想一想 家人不要一美得過沖字 因為可能別人 你在沖的時候 別人就已經鬆了 走了 好嗎 我們說一說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就叫做尤惠貞 尤惠貞是一個前立法會議員 被稱為本土派女神 據悉她在上個月4月23日 已經秘密和拍拖 四年本文前的網台主持 前星火同盟發言人的男朋友 還有陳少賢入籍 入籍註冊結婚 還有幾天生日 就是30歲的尤惠貞 其實是因為2016年的宣誓風波 令她不能做這個議員 她在2019年的時候 就說離開這個政界 轉為KOL 尤惠貞和一個弟弟男朋友 因為這是姐弟戀 林兆燕因為參政而認識 兩人就是政治理念一樣 加上整體不穩定 所以走在一起 其間這段時間 尤惠貞衰那時候 這男朋友 林兆燕對她不離不棄 所以尤惠貞非常感激她 所以同時一起結婚 其實尤惠貞就是明天30歲 有消息說 她們入籍之後 會在暑假前 完成了所有的婚事 但尤惠貞結婚 當時梁柔就傳得慶合合 原來柔衛星結婚 新郎不是梁仲恆 那有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 可能梁仲恆現在在美國風流發活 抱著很多不同的其他人都不頂 但是柔衛星在2018年的時候 已經被一些《蘋果日報》記者拍到 跟男朋友去到大坑喝下午茶林兆燕 然後兩人身材料的吻 所以也曝光这戀情 而這個林兆燕當時只是一個學生 就是恆生管理大學的四年級學生 同時他也有本文前網台節目主持 當地這事件曝光之後 游慧晶公開他們的戀情 耍花槍 其實2016年游慧晶因為宣誓的風波 然後跟硬廠立法會議事廳案件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半囚四個星期 重請令到他心力交稅 在2019年宣布退出青年新政 然後轉去做KOL界 然後賣股東相機 然後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不知道現在他在做什麼 只知道他結婚了 只知道他結婚這個男朋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當時他說 打電話爆訪也要排隊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真的很難猜 游慧晶在去年接受一些專訪的時候就說 自己從中學的時間開始拍拖 但是男朋友沒有停過 基本上一浪接一浪 一個接一個不停 所以可能他就知道很多爆訪的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就說直到 這個懈後了現任的男朋友之後 兩個人一見鍾情 又是靈魂伴侶說 賣股東相機也是受到男朋友的影響 非常感激男朋友 陪他走過一些低谷 但是問題是什麼 你說跟這個男朋友一見鍾情 跟以前那堆的男朋友是什麼呢 不是感情就純粹是身體上的交流 我不知道 可能我跟他們那些思想有一點分別 不是一樣 他就說男朋友是他的明燈 照亮了他的方向 也都欣賞這個男朋友有腦 有腦就不做黃絲了 你瘋了 他不單支持他 還是啟發了尤惠症很多東西 甚至乎修補了尤惠症和他家人的關係 他經常跟他說有什麼事都要回家 家人是無限量支持你的 其實這件事 我們全部正常人都知道 除了黃人之外 黃人不知道家人 一直都是支持他 一直都不想他犯法 正常人類 正常人的家人都是不想他的子女犯法 不想他的子女坐牢 當然黃人是不會聽到入耳 甚至乎覺得這些是 阻礙他們的一個問題 他現在就已經再無所求 滿足 跟家人少爭吵 尤惠症結婚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原來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包括這個什麼 阮民安 很暗淡很黑 很暗淡很暗 跟著 從這個什麼莊允程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誰 也有記者問 問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就說是 尤惠症的好朋友 問一下 知道尤惠症結婚嗎 這個 阮民安就說 不知道 恭喜他 另一個人就說 在看臭兒子完全不知道 昨天才問完尤惠症什麼時候來探嬰兒和薑草和紅雞蛋 原來他結婚了 恭喜他 昨天你跟人家溝通完也不知道他結婚 算吧 說什麼好朋友 簡直這些都不是什麼好或者不好的朋友 這個尤惠症還要帶上他的 男朋友早前 見到這個毛孟靜等人 但是 毛孟靜相信不能夠出獄 見證到他們結婚 我們也 這個大黃絲 大本土的人 他終於知道家人對他好 這件事對於一些 現在年輕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反思 很好的思考 家人其實對他們 真的很好 不要因為一些 假的理念 真是假的理念 什麼他們所有的理念 信仰 是不是比家人重要 值得大家一起反思 我認為家人任何時間 都比這些什麼理念 為之重要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接下來應該會有下一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好